各位罕中 各位网友 讀者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九鱼方二号 八里居餐厅 门外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八里居的老板 是突然间出世的 今天我刚刚拍完David 他就说他会上来这里 是会做一个悼念 他会欠花 还有就会在这里 上去光顺这间黄店 他就叫了朋友 一起会上去光顺黄店 老板是年轻 四十多岁 他就撤死了 他知道这个消息 他就要来这里 特意来这里 光顺 平时都会少来的 他也是第一次来的 他知道这个消息就是赶来这里 他都怕别人说他是抽水 但是他说他自己的心 这个黄店老板 他觉得他是好 他希望就是过来这边 就是悼念一下 那现在就是 就是一帮民主的人士 是做得多少就多少 因为现在已经是开始 秋后算账了 好像今早 他说他拘捕陈霍环他们 那就是说他是七一游行的 是 那现在来拘捕 那我们现在看到 香港的环境 那就是一会儿 一会儿 他下面就有个门口那里 就是有人就是黏了那些王子 那我们就过去看一下 那些心意 那些那些 写了些心意子的 那我们就过来这边看一下 那可能就是 光线就一样的 可能就不是看得很清楚 那都是R.I.P. 祝福一生平安 那老板多谢你的 苹果 愿早日安息 老板娘请保重 好人一生平安 我就写一张 那这边说他都要写一张 你先认一下 你先认一下 是的 那因为都看不得很清楚 我都是读一些 给我的读者听一下 你读一下 那老板多谢你 是一直的照顾 那 有些自体料草 我都看不清楚 愿你天上快乐 保重身体 老板娘平安 健康 又是很难过 不过呢 我们就一定会一直支持 一间又好吃 又有良心的餐厅 老板安息 是的 那 都是写给老板和老板娘的 多谢他们一直用心制作食物 加油 老板娘 请保重一下 那 那 那这张就写着呢 还感觉到老板的精神 那 那刚才呢 都见到有些行家呢 在这里拍照的 那他们的影员都是走了 那 那 百里居呢 门口呢 就是 比较小在上面来的 那 那听闻那些东西呢 就很好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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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都可以來光顧一下 Derek就要在這裏寫一張 Derek在寫一會兒 寫什麼送給老闆 希望老闆能夠安息 因為我們就不清楚老闆是什麼事情 是否健康的問題 還是怎樣的 是突然間撤死離世的 絕對 人生真是很無常 今天一起來就聽到很多人被拘捕了 現在又知道一宗這樣的消息 都是令人心情是一般的 因為老闆是很年輕的 四十幾歲 就是這樣撤死了 是很可惜的 其實我剛才聽到Derek是對這些事情 他都是很賞心的 他就說 立刻就說要來這裏 食王店幫襯老闆 要來這裏悼念一下 他寫了很多個字 我不知道他在寫什麼 一會兒去問他寫什麼 我先放下腳架 剛剛兩位年輕人走過 都知道這間是黃店 好像黃店最近幾多事情 早兩天 吉緊那裏被警方調查 就說找到一些非法物品 這幾位是買回去吃的 幾位年輕人在這裏等了 等了一會兒 現在上面 百里居那裏就拿了一些食物下來 現在因為限聚令很厲害 限兩個 還有好像說 聽聞已經開始了 六點鐘 政府不知道實施了沒有 又是說六點鐘之後就不准堂食 那這件事情是對香港的飲食業呢 是幾時開始 對 那還不可以 就差點紙把尿了 那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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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 如果釣著這隻手很難 我釣了那些 那現在他 我讀一下給大家看 是的 那不如他讀一下 他的字很無聊 那真的很難寫 是 說一說 全伯利居的老闆你可以做個安息 希望老闆能夠撐住你的伯利居全體員工都可以堅持下去 未來的抗爭路程我們香港是會代理走下去的 老闆你可以安息的了 好人一世平安 R.I.P. 然後最後做Luncle David 關於十二號以來 然後就寫了一個名字 他寫字有料 說話都是很快 他都是那些 希望老闆能夠安息 R.I.P. 他們一會兒會在上面吃東西的 我就不想去的了 我路過在這裏做了一個記錄 這樣吧 那你朋友來了想去吃東西 是不是 那我就在這裏 我就到此為止 好啊 那兩個狼家 是啊 因為你現在是可以兩個人上去吃東西的 你們都要分枱的 記住啊 喂 哈囉 那 阿Derry 就有朋友來了 那我就到 那八里居這個報道 我們就到此為止了 那真是呢 是衷心希望老闆安息啦 那老闆娘呢 能夠 啊 是 XD 話像今天去講 buckets Eli 這樣 雖然香港現在情況是這樣的 我們都希望能夠 平安的 那zhdok 那我在這裏 短短的報道 就此結束了 大家可以來這裏 光顧一下這間黃店 现在的地址是在九鱼方2A 门口就是这样的 最初我们看不到招牌 都以为走错路 门口就是一个楼梯上去 大家可以多来这里光顺 多谢大家 OK 再见